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Jungo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学习使用Session 首先我们来明白Session是什么 在讲Session之前,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叫做绘画 因为Session它是用来做绘画控制的 一个绘画叫做什么呢 我们在客户端用浏览器去访问网页的时候 去访问服务端 这样一个客户端和一个服务端之间就会建立一种连接 就相当于是进行了一次交互的绘画这种形式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使用Session呢 因为我们的HTTP协议它是无状态的 也就是说每一次建立新的连接都没有保存上一次的信息 以及之后的那些信息 我们是都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在HTTP的服务端看来 它每一个客户端都相当于是一个很容易失忆的人 你跟他这一次交流完了以后 他下一次就完全忘了他自己是谁 所以我们会需要Session这样的一种机制来帮助他来保存我们的绘画状态 因为我们在访问web服务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要在一长段的时间内需要web服务器给我们持续的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购物的话 我们从添加商品开始到结算为止 整个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服务端知道客户端是谁 他做了哪些操作 这样子呢才能够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服务 所以Session就是用来做这个东西的 Session呢它是存放在服务端的一些数据 我们经常一提到Session的时候呢 就会讲到Cookie 那么Cookie和Session它们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 Cookie和Session它们的联系就是 它们都是用来帮助我们 都是用来帮助我们建立保持这个绘画的机制 它们的区别呢就是Session是存放在服务端的 Cookie是存放在客户端的 其实Cookie呢是早于Session出来的一种机制 先出来Cookie这种机制呢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HTTP是无状态的 也就是说我服务端不知道你客户端是谁 那好那你客户端你自己记下你是谁 然后你每一次跟我服务端交流的时候呢 你告诉我你是谁 你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我就给你提供服务 所以Cookie就这样先诞生出来了 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Cookie它是因为存在客户端本地的 它是可以被篡改的 所以就带来了不安全性 然后呢我们又引入了另外的一种机制叫做Session Session呢它就是一个一个Session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绘画 那么我们的服务端在向客户端提供服务的时候呢 就会建立一个Session建立一个绘画 然后呢把这个绘画给放在内存当中 然后放在服务端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安全性大大的增加 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就是它会增加额外的服务器的开销 而且Session这种东西在当前的激活的状态下呢 它是存放在内存当中的而我们的服务器内存是有限的 所以也就带来了带来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还要做Session的持久化 这都是后面我们的课程再讲的内容 然后为什么要使用Session也就给大家讲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在将格当中如何来启用Session 在将格当中要启用Session是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将格默认是已经启用的 我们只需要在那个settings.py当中有一个installed apps 在这里面呢加上jango.contribute.sessions这样的一个app 然后还有在那个中间键当中呢加上sessionmedware 还有sessionmedware这样这两行加上以后呢 就可以使用session了 当然将格还默认的为我们加上了另外一个 是用于session认证的一个中间键 我们把这我们把这三行加上以后 实际上我们的将格的服务端呢 他就已经支持使用session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呢访问我们的视图首页里面 还有以及我们的这个分类页以及产品详情页 我们都没有任何和session相关的操作 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session 首先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下session 他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必须要依赖这个cookie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绘画以后 他有一个sessionID 这个sessionID光我服务器自己知道不行 因为我不知道你客户端是谁 所以我们也至少得把sessionID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session当中去 然后存在服务端有一个sessionID 根据sessionID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session的内容全部读出来 来判断我们当前要为这个客户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但是我们必须得把sessionID告诉给服务端 让服务端他下次来访问的时候呢 直接告诉我sessionID是多少 然后我再来判断这个客户端 我上次给他提供服务提供到什么程度了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我这一次接着来 就好比我们登录了以后 然后选了选了购物车 然后购物车我们把它的购物车里面的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存在那个session里面 然后过了两天 客户又来登录 然后再来发现 再带着这个sessionID告诉给服务器 我这个sessionID 然后服务端呢 再从session里面去读出上一次这个客户 他的购物车里面有哪些内容 这样子来做的 然后其实这个呢也是可以做在cookie里面的 但是用户呢 他去清除浏览器缓存什么的 清除cookie什么的呢 就会丢失他的购物车信息了 对吧 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客户端 也需要在服务端 再进行一次信息的记录 那么也就说了 我们有了sessionID 我们session要工作 那么他是不是会在cookie里面有所反应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 我们现在打开的是cookie观察的这一个界面啊 我们不断的刷新这个界面呢 他告诉我们这一个site 这一个网站是没有任何cookie信息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改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端的这边的代码 好我们这里就写request 我们使用session是很方便的 就直接是request 然后session 然后我们比如说记录一个 key value的形式name 比如说等于hello 好 然后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 这个categories 或者说show product 这一个另外的一个视图里面呢 我们去打印这个session request.session.get name 好 好 我们看到这里呢 已经有了一个sessionID 然后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整个目录页 好 我们看到了当前的这一个界面 它实际上也有一个sessionID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和首页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服务器端 我们的服务器端呢 它这里有一个hello输出来了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访问这个分类下面的具体的商品的时候呢 它就读出了这个session 所以我们看到的session的 session的记录呢 完全是在服务端完成的 然后 然后我们访问这个show product这个页面的时候 为什么还可以打印出这个session的名字呢 是因为我们的session 它之前在这个我们在进入这个首页index的时候呢 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然后被记录下来以后 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首页的访问首页的时候有一个sessionID 然后这个value是存储在这里的 它的一个pass 它的路径呢 就是跟路径 然后我们再来访问到具体的商品页的时候呢 它也有一个sessionID 然后 我们它是同样的一个域下面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观察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把所有的cookie全都清除掉 然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show product里面的session给它删除 好 删除掉了以后 还有我们把这个也暂时删除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session操作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 还是没有cookie的 好 我们把这里的这个session 随便写一个session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首页 好 我们看到这里又重新分配了一个sessionID 是和刚才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绘画 你断开以后 你重新再连接 它都会给你分配一个新的sessionID 就会创建一个新的绘画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详情页面 详情页面呢 它还是有一个sessionID的 所以我们只要一旦启用了这个session以后呢 在我们整个作用域下面 我们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sessionID 就可以在全局的这样一种级别 来记录我们客户端的当前的这个绘画的信息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绘画给写到 把绘画的一些其他的信息呢 给写到我们的cookie里面去 或者说把它持久化的存储到我们的服务端 以共更长的时间来为客户提供服务 今天的课程呢 主要就讲这个session 我们是怎么用起来的 以及session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用session 以及在将冠里面怎么来用 来启用session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感谢观看